民进党说他要把集会游行法废除 改成报备制 民进党至少提了25年了 结果自己执政之后就不搞了 结果那天黄国昌就去咨询刘四方 说你当年也是主张集会游行法要废除啊 那你现在是内政部长啊 你可以坐一下 刘四方就是说出那句 惊人的名言啊 时空环境不一样 我们现在到处都有中共渗透啊 那当初国民党不能用这个当理由吗 嘴蝶就在你身边啊 所以我们集会游行法不能废除啊 当年国民党也是这样讲耶 怪不得人家说 赖金得越来越像蒋介石啊 竟然是白色恐怖改成绿色恐怖是吧 James You 亮哥您好 记得你上个月说 民进党明年要搞大罢美的话 美国会不答应 跟美国谁上台有关啊 当然有关 如果是川普上台 我认为民进党不敢啊 事实上我跟各位讲啊 民进党已经在改口了 那个林又昌是民进党的秘书长 那他因为罢粮失败嘛 民进党有点吓到 就说哎呀 谢国粮我们就搞不下来 那林又昌讲了一句话 他说罢免是不正常的民主运作啦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我认为明年2月1号之后的立委罢免 他不会轻举妄动 因为他没有把握他会赢啊 因为大家想一想哦 这个萤幕不见了 这个你大家去想一想哦 你罢别人人家也会来罢你啊 那你以为你就会成功人家会失败吗 我就不相信吴思瑶跟吴佩毅守得住 真的要互相罢 没那么容易啦 所以我认为他们可能在 在开始变得比较谨慎起来了 目前听到的罢免讲白了 就只有高宏安新竹市长的罢免 民进党有可能去推啦 为什么呢 因为过了今年的12月25号 就已经任满两年了 那民进党如果罢免成功 就可以直接从中央派人去代理 就是这样 所以不用补选啦 不用补选 所以这个叫稳赢的盘啦 那至于说要不要去罢国民党啊 国民党会反杀啊 那民进党不认为自己有绝对胜算 所以很可能就是不了了之 雷声大于点小 YHC那就是要用40%当60% 皇帝总统之尊公告了也不能不认账 带头违法也不是第一次 前有赖皮疗 不过可以讲他的赖皮疗至少 表面上还有做成矿工纪念馆 政见拔拉票乱开 台南市场任内说谎欺骗也不是第一次 骗谢龙介对赌对变熟啦 那这个我知道 这个人家谢龙介议员就辞啦 就有赖青者不敢辞啊 想问亮哥总统带头违法 上梁不振下梁歪 民进党可以违法 我们平民是不是也能够别去守法 很不幸啊 不行啊 你如果不守法他就把你抓了 那你当然可以去发动上街啦 那问题就是你如果没有经过申请 那我们现在还是有集会游行法 我那天啊就听到是谁啊 反正好像是黄罗昌还是谁啊 黄罗昌啦 黄罗昌那一天啊 这个他就在直播 然后他就讲到民进党说他要把集会游行法废除 改成报备制 民进党至少提了25年啊 结果自己执政之后就不搞了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有集会游行法 不是报备制 还是登记制 所以啊 你如果要发动群众上街 你还是要去登记 不然他可以三次举牌啊 那违法他就告你 就是这样 这个是民进党20多年来的政见 说要把集会游行法废除 改成报备制 都没有在做啊 就有人家去问刘四方你知道吗 刘四方现在是内政部长 刘四方当年因为刘四方只大我一岁啊 所以我跟他是蛮熟的啦 刘四方当年也是跟着民主运动这样走来的啊 结果那天黄国昌就去咨询刘四方啊 说你当年也是主张集会游行法要废除啊 要改成报备制啊 那你现在是内政部长啊 你可以做一下 你知道刘四方说什么吗 刘四方就是说出那句 惊人的名言啊 报告委员 时空环境不一样 民进党现在最常用的名言啊 报告委员 时空环境不一样 接下来他怎么说你知道吗 他说报告委员 我们现在到处都有中共渗透啊 我们集会游行法不能废除啊 他的意思暗指什么 就是到时候中共同路人们都会出来游行啊 就是这样啊 他这种话他讲得出来耶 那当初国民党不能用这个当理由吗 国民党也可以说 匪谍就在你身边啊 所以我们集会游行法不能废除啊 当年国民党也是这样讲耶 只有你刘四方讲的话 跟当年国民党完全一样耶 怪不得人家说 赖清德越来越像蒋介石啊 你已经快要回到 现在是白色恐怖改成绿色恐怖是 那你可能没有抓人去杀啦 可是你现在越来越像啊 什么都要管制啊 什么都是匪谍渗透啊 什么都是中共同路人啊 你跟当年蒋介石不是越来越像吗 那个逻辑啊 只是严厉程度不一样而已啊 可是你如果把黑熊部队给搞起来了 变成你的党卫军 我怎么知道会不会一样 你刘四方都讲得出这种话来啊 那黄国昌听啊 愣在现场啊 因为他跟刘四方 因为他以前是时代力量嘛 他们也是曾经合作过 大家去想一想啊 什么都用国安挂帅 所以现在民主改革都不能动